麻生太郎副首相 讲了一句经典名言 本来也很想用这个来造句 叫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到底谁有事啊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呢 出炉了2021年的新版 第一个呢看到封面不太一样嘛 去年比较粉红色看起来比较柔和 今年有没有 哇 杀气腾腾啊 武士骑在一个奔弹的马上 有没有气氛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樱花版 这个是武士版 好 里面有什么样的猫腻呢 要连起来讲大家才会懂 日本的内阁会议呢公布了 就是新版的这个防卫白皮书 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我们比较会注意 首次注明什么呢 他把台湾从中国的章节里面抽离 因为以前呢 他把台湾跟中国的章节放在一起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日本的这个主基调就是什么 就是保台抗中嘛 就是跟着美国老大哥的后面走 所以呢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白皮书里面 当然要表态啦 除了注记台湾情势的稳定 对日本安全保障 跟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这句话呢 日本已经在无数的国际场合当中 讲了无数次 就是一个老生常谈 另外一个动作呢 就是把台湾的章节 这就跟我们台湾的教科书一样 改教科书你知道吗 什么章节放到哪里 它其实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含义 它把台湾的章节 从中国的章节里面抽离出来 放到一个新增的美中关系的章节里面 去独立介绍 台湾的章节放在美中的章节 而不是放在过去 中国跟这个台湾的一个章节 往年的白皮书呢 把台湾跟大陆绑在一起 那当时呢 当然有一些在日本啊 都在台独派团体啊 侵入的台湾团体啊 大家所诟病啊 确实啊 因为日本向来把中国大陆 当成一个假想敌 把台湾章节放在里面呢 确实有时候会有点格格不入 但是另外一头 你记得麻生太郎之前讲的话吗 他前面先开始讲很重要嘛 假设中国大陆如果侵犯台湾的话 我们日本跟美国要共同保卫台湾 但是呢 他讲了这句话 让大家非常傻眼 叫做大陆如果侵犯台湾的话 接下来就轮到冲绳了 这什么概念 大陆是要并吞日本吗 还是要轮到冲绳 当然冲绳很重要 我们知道冲绳在第一岛链 如果说在将来台湾海峡 或是也好南海也好 整个发生战争的话 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当第一岛链位置最重要 不能够被攻破 而冲绳呢 他有美军基地 美军基地呢 大概占了冲绳将近20%的面积 战地非常非常广 过去我们看到 几乎每年都有冲绳民众的抗议 因为在当地发生了很多 特别是跟妇女有关的悲剧 美军奸杀日本妇女的新闻时有所闻 所以呢 冲绳的民众事实上是抗议 美军的驻扎 那么现在呢 自卫队也在这里驻扎 当然对于这个冲绳的民众来讲 第一个是可以做生意啦 军人的生意很好做 但是第二个冲绳也不愿意把自己 变成一个战争爆发之后 第一个可能会变成战场的一个地方 我请这个志强来谈一下 麻省太郎你看到 他现在贩卖战争感 我本来只是要保卫台湾嘛 因为美国是爸爸嘛 日本哥哥嘛 美国是日本的 日本是美国的小弟 这个关系大家都懂嘛 所以他紧紧的跟随着美国的脚步 大家也能够理解 那这个东西呢 他后面就突然贩卖一个战争感 大陆侵犯台湾 马上接着就是冲绳 大陆想干嘛 你别忘了在历史上 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 总共20个 最喜欢侵略 最喜欢这个侵略别的国家 军国主义的是哪一个国家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时代 有时候蛮吊诡的 其实以前 大陆你看他有很多声音 其实武统派的声音 就对台湾动武的声音 偶尔都会在一些大陆 一些媒体上有 那台湾如果说有人 就跟大家讲说 他说我们两岸关系 不要走到将来 所谓的武力对决的时候 他会说你是帮中共 来恐吓台湾人民 你知道吗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好像其实台湾的人 也不太谈 所谓的武统这件事情 大陆那边 其实也不太谈武统的事情 天天讲武力会进办台湾的 就是美国跟日本 这很有趣你知道吗 那我跟大家讲 我看到整个的国际的格局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基本上 现在的所谓的地缘战略 因为美中的对抗 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美中对抗的过程当中 大陆现在所处的一个处境 它其实目前是回避冲突的 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如果说真的台海有战事 很抱歉 我认为美国并不会说觉得 完全不期待这件事情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中的对抗 进到所谓价值战争 什么叫价值战争 就是我要定性 你是一个十二的罪人 那就是你是一个军国主义 有侵略倾向的一个所谓政体 那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出兵 打台湾的话 那就刚好落了 落了这个帽子在你头上 那对我要结合价值联盟 去唯独你就更容易了 所以这个心理因素 才会造成所谓这样的转变 为什么以前好像会有些武统的声音 可能是来自于大陆那边 可是现在大陆那边反而不谈武统 现在武统的声音都来自于 美国跟日本 你看真的啊 你去看那个文献 美国日本去谈武统的 武力攻犯台湾的很少 那日本会谈到说 大陆会去打日本 那我之前我还真的是 第一次看到台面上 政治人物这么讲 就是说他把上岗到一个地缘的 一个所谓的战略的紧张 其实这个这个是跟现在我觉得中美之间 两强这个所谓的进行 所谓的冲突跟战略对弈 有一个很大的观点在后面 好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副大臣 也呼应这个看法 他说冲绳跟台湾的像什么 像鼻子跟眼睛一样 非常非常的接近 假设台湾遭到攻击的话 冲绳一定会被卷到里面 然后日本这个防卫研究所的主任 山口兴致也说 低岛链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冲绳 他著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人 大陆军队必须要攻击冲绳的美军基地 以免美国直接介入台海的这个战事 但是相对的永平你看一下 一方面贩卖战争感 二方面又想要赚中国大陆的钱 这个日本有可能真的要跟大陆翻脸吗 大陆目前是我们看到 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国 日本的媒体预测 日本的这个贸易上来讲 输美轻中恐怕越来越严重 对这个其实就是地缘政治很现实的一面 因为台湾离大陆很近 刚才志强也讲了今天最新的数字呢 台湾对大陆的那个贸易的那个数字又再升高 那日本也一样 日本跟大陆那么近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大陆的那个贸易量都会继续升高呢 因为大陆还在成长啊 它还是一个非常世界上非常坚强的经济成长的引擎 虽然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有下滑 可是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那我们跟日本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方面美国距离很远 二方面呢 美国在川普做总统以后 他做的很多的论述 他对于这个贸易顺差国的这种 就对美贸易顺差啦 比如说像日本跟台湾来讲 他就有很大的不友善 虽然说民主党未必赞成川普 当时都要用关税手段 来解决这个贸易顺差跟逆差的问题 可是整体上川普任内呢 已经改变了美国在这个事情的论述 所以造成呢美国 你跟他不管是经贸关系各方面呢 他还是会采取一些阻碍的同时 你就会加剧在经济各方面呢 大家往大陆去倾斜 可是相对的也因为川普 他任内采取的那种 对中国大陆非常鹰派的 然后不惜这个讲很多 跟武力相关连结化 要透过这个军火生意等等的 这个把情势拉高的方式 那又搭配到日本 也产生了近几年来呢 相对来讲最右派的政府 所以这种的状况呢 都会使得好像在政治上军事上呢 大家的话就越讲越难听 然后把这个威胁感越来越升高 可是经济方面呢 跟中国大陆的依存度就越来越高 那这样的矛盾的情况 我们看到日本是这样 台湾也是这样 那边这边说 他们在建议上 我们在建议上 我们在建议上 大陆的木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